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英國首相約翰遜似乎都步入了夢醒時份 最近他下令公務員要制定一個名為防衛計劃的方案 這個方案原來也是衝著中國而來 目的就是為了減少英國對中國進口貨品的過度依賴 這個方案所指的是醫療相關的用品 例如是個人防護裝備和藥物的有效成份 到底約翰遜真的從睡夢中醒過來 還是純粹半夢半醒呢? 我們一齊看看 這個方案其實將會交由外商南韜文來領導 目前已經成立了兩隊工作小組 這個防衛計劃將會檢視一下 英國在面對著潛在敵對國家的時候 在經濟和國家安全方面有什麼脆弱之處 而防衛計劃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分散供應鏈 不再依賴單一國家進口糧食以外的必需品 英國政府也會重新檢視個人防護裝備和藥物的供應鏈 特別是當國際社會批評中國應對疫情手法的時候 中國作出了強硬的回應 這個反應令到英國首相府提高了警覺 而今次的防衛計劃也與其他政府議案相連 將會加大外國收購英國有戰略價值公司的難度 以免外國趁著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令到英資公司市值大減的時候 乘機去拼購 當然這件事其實歐盟也在做 歐盟也曾說過 說要在疫情過後 將某些醫療物資的生產線搬回歐盟地區那裡生產 而且歐洲議會當中的最大黨也作出了一個提案 就說要加大中國資金收購歐洲企業的難度 因為同樣他們都擔心 現在市值暴跌 會不會使得很多公司是遭到拼購的 所以英國其實都是照跟的 到底約翰遜他真的夢醒了 還是純粹是半夢半醒的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今次對於這些相對沒有那麼高科技的產品 他就非常主動 他就是主要說那些個人防護裝備和藥物的有效成份 個人防護裝備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尾 口罩、眼罩、手套 然後最多加一個N95 或者呼吸機 這些怎麼說都算不上高科技的東西 另外再說的是藥物有效成份 包括製造止痛藥、抗生素和抗病毒藥的製藥成份 這些東西似乎貴極有限 當然有警覺也好過不知不覺的 但是對於一些高科技的東西 比如說參加建設5G網絡的時候 約翰遜仍然是被華為去參與的 似乎那部分反而更加重要 因為牽涉到整個國家的通訊安全 到底那件事是否重要呢 沒有那些個人防護裝備不重要 只不過你在權衡輕重之下 為什麼對於比較低端的東西 就這麼著緊 對於高端的東西似乎好像大開中門 如果一個人真的夢醒的話 應該是要醒醒才行的 你看看澳洲就是 澳洲說明是不讓華為去參加的 因為擔心這個通訊安全的問題 到底約翰遜會否改變這個決定呢 目前來說就看不到它有這個轉變 不過英國來說也算是有警覺性 起碼知道制藥廠不可以把供應鏈 全部依賴單一國家 這樣做的時候就等同於找自己扮 將整個命脈都被人掌握 尤其是現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發生 原來那些製藥廠的供應鏈 完全都是在中國那裡的 等同於被人壓著搶 這些東西是愚蠢 好了 除了英國之外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又竟然罕有地去批評中國政府 到底搞什麼呢 杜魯多就說 中國似乎是不瞭解加拿大的司法制度是獨立的 不要說加拿大 香港也不理解 是不是 因為中國從頭到尾就是一個三權合作制的國家 根本就沒有這個三權分立的概念 你可以看看中國的憲法 裡面是寫得很清楚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 所有國家機構最終都是要向全國人大負責 在這樣的時候 無論是行政、司法、立法 都是歸它管的 到最後都是要向它負責 所以當權力這麼集中的時候 還怎麼會有什麼三權分立 還怎麼會有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間互相制衡 是沒有的 中國從頭到尾成立以來都沒有這個 所以你說中國不理解 中國也不需要去理解這個 因為他認為三權合作制就是最好的 那到底杜魯多要批評中國政府什麼呢? 原來就是跟孟晚舟案有關 中國政府一再堅持 加拿大政府必須釋放孟晚舟 但是加拿大方面經常都說 不能夠以政治因素來干預司法 因為這就是獨立司法制度的重要性 好了,杜魯多就說 加拿大擁有著獨立司法制度 是不受政治干預或是騎劫的 而中國仍然將獨立司法制度下的孟晚舟案 和中國自行任意拘捕兩名加拿大人 讓人一試運為一膽 令人感到憂傷 但是這就是加拿大過去幾個月 努力應付的挑戰 其實加拿大就是過去幾個月 努力應付 香港人都應付了二十幾年 由以前的真真正正的司法獨立 搞到現在有那些藍官判案 等等又說那些藍絲如何情操高尚 諸如此類 搞到污煙瘴氣 反正就由九七之後被你搞了二十三年 搞到今時今日就變形走樣 整個司法獨立就變成名存實亡 加拿大這方面終於嘗到一些苦頭了 你正在面對的問題 其實香港早二十幾年已經正在面對 現在正在面對 所以香港人絕對會感同身受 接下來就說說美國的政界人物 對於香港的情況作出了持續關注 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就在Twitter說到 說北京的宣示是再次企圖結束香港一國兩制的框架 消息令人震驚 北京嘗試繞過香港立法會 這樣是絕對不尊重法治 至於有份共同提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 共羅黨籍參議員Rubio 他就說最好就是中美保持著權力平衡的關係 但如果必須要其中一方無視 或者沉默地接受另一方 重複地違反他們對於香港自治的承諾 以及侵犯基本權利的行為 這樣權力平衡關係就不能夠維持了 佩洛西和Rubio會有這種反應 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他們會認為 作為一個國家 尤其是泱泱大國 他們作出一個莊嚴承諾的時候 就很應該要去順守的承諾和兌現的承諾 但是偏偏這個泱泱大國 他就是不太重視承諾 如果是重視承諾的話 當他加入世貿的時候答應了美國的事情 早就已經兌現了 包括開放市場 包括尊重知識產權 包括托塔都答應你 到現在有多少能夠做到呢 很簡單 拿回當日的承諾出來 你整個檢查清單就知道了 逐樣數一下 做到的都不知道有沒有一半 做到一半你都覺得可以收拾 更何況的是 當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中國和英國的經濟發展 都還說有一定的距離 當時還會看你英國的面色 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都金飛息比 在過去的30年 這個某程度上也是美國你自己所賜 因為當時你放寬了 由最惠國待遇變成永久最惠國 之後又加入世貿組織 你將它養肥後 就更加不用看英國的電影 現在英國的經濟體和中國相較起來的時候 都是蚊比和牛比 所以這個國際社會 某程度上也說 大家都有責任 因為當初你看不透 原來一個國家對於承諾 是可以用這樣的態度來面對的 可能以往其他國家不是這樣 現在你面對著這個國家是這樣的時候 你都要作出應對辦法 美國就在做 英國暫時來說 都算是在做一些 搞一個防衛計劃 好了 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就最慘了 當初有些人說過 香港就是借來的時間 借來的空間 這個借來的空間 就已經移交給中國了 借來的時間 現在就好像是倒數當中一樣 其實今天香港人所面對的事情 和當年九七面對的事情 甚至是四九年當時中國人所面對的事情 都是差不多 最後就點一首歌給各位益友 就是季節的主題曲 笑亦要做人 怨亦要做人 冷或暖生自你心 樂運到盡頭 好景即將降臨 明天將更近 祝大家好運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